享受美食又担心身材 不少人喊着呼吸就会胖 到底自己是异瘦体质还是异胖体质 国外有医师研究发现 简单三招可以辨别 连不容易堆积脂肪的地方都有脂肪 那表示当然它就是异胖体质 第一招大拇指看起来笔直没曲线 就是异胖体质 外侧有内凹曲线就是异瘦体质 另外也可以用手圈住手腕测试 如果圈住手腕后可以交点一指节 就是异瘦体质 轻微则是虚胖 如果无法交叠 那可能就属于异胖体质 第二招可以靠苏打饼甜味反应 如果吃了苏打饼之后 30秒内就有感受到甜味 那就是不易发胖的体质 反之如果过了30秒之后 才能慢慢感到甜味 那就属于异胖体质 原理是跟唾液中的淀粉酶有关系 把这些饼干变成是糖粉 那这样是比较容易吸收 那除了胰脏有问题 那也有可能是唾液腺有问题 或者其他的肠胃道有问题 都有可能会造成淀粉酶增高 最后还有一招就是看睡觉前后的体重差 晚上睡觉前体重减掉第二天起床的体重 大于960克就是异瘦体质 如果介于480克到960克之间 为正常的体质 如果小于480克或是没差 甚至不降反身 那就有可能是代谢比较困难的异胖体质 最没时间充足的话 它会帮助身体的热量和代谢 到底自己是易瘦还是易胖体质 可以靠简单三招测试参考看看 但想要拥有健康好身材 还是多多运动最为上册 记者综合报道 人手一只手机室内电话功能被弱化 有网友发文询问 家中室内电话每个月要缴70元 但都没再用 到底要不要停话 天文一出引发热议 网友纷纷留言 大客服不用钱招手机可以用 但其实他还能救你我一命 通常家里四话进线的时候 就直接代入他家地址 所以这时候是零秒差的进行派遣 如果他有求救困难的时候 利用四话来做紧急的求救 更有效率 救命关键在于拨打119和110 同时电话号码跟地址 就会详细显示 无需花时间寻找定位 家中成员若发生意外 拨打119后就算没说话 也能被定位 世话甚至比手机定位更精准 手机定位的话 通常都是以最新的机器台的位置 基本上定位不会太难 主要是会花点时间 如果是住家的话 就直接进线做定位这样子 另外就算停电地震 世话依旧能正常使用 完全不必担心 讯后会受到干扰 室内电话讯后稳定不受干扰 意外时还能精准定位 家里的电话线别急着减断 某天或许还能救你一命 记者红明君陈扎伦 新北采访不到 好主播来看到 烏日农会早九点开门 就有民众陆陆续续来排队买鸡蛋 不过这新鲜的土鸡蛋 一盒2.5台金 从190元涨到220元 等于一斤是100元左右 真的不便宜 而且限量50盒 还有资格限制 必须是要有烏日农会存货的民众 才能购买来听一下稍早访问 现在都是缺蛋 所以是整体的 所以原则上可以接受 对对 但是还是希望政府 可以改善这种状况 不要让人民造成恐慌 不能接受也得接受 没有办法 事实都这样 整个市场都这样 也不是说单单说 我们烏日农会卖的比较贵 是整个局势都这样的 好我们可以听到民众都说 鸡蛋很缺 虽然贵还是要买 不能接受也只能接受 而农会总干事也说 因为飼料大涨 禽流感盘伤 民众囤货 种种因素累积下来 导致价格真的无法动涨 未来鸡蛋的产量 恢复稳定 就会调降价格 以上是来自 烏日农会的最新状况 主播 排排上百位民众 排一两个小时 只为了抢十颗鸡蛋 英哥这间鸡蛋行 原本一周七天开业 鸡蛋量不够 老板只能卖三天 一次最多卖两百人 一人献十颗 队伍夸张地长 几乎看不到镜头 自来是排一个小时 好不容易才买到十颗 进来最多三四箱 英哥有八九万人 很严重不及 蛋荒在北中南狂烧 台南市南区这间鸡蛋店 早上七点开店 但清晨三点就涌现人潮 胡等四个小时买鸡蛋 台中污润农会前 连坐轮椅的长辈 都出动抢蛋 政府说下周进口 两百万颗鸡蛋应急 但伤吐槽 杯水车薪 还补不了一天的缺口 大概四五百万颗 缺口应该跑不掉 再个五六成满而已 黑市的话 现在可能七十五 国内鸡蛋价格居高不下 现在就连毛猪交易价 每公斤也标破九十元 创历史新高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说 猪脂损失 加上饲料成本上涨 导致价格上涨 预估近期 猪肉价格仍会维持高点 让摊伤和民众叫股连天 立发价是一百 我们现在都涨了 就私下就一百二就对 还会再涨 像有点太离谱啦 什么东西都涨 这样子 平民百姓怎么吃得起东西啊 觉得预防的应用措施比较少 政府预估五月初 猪肉供货会稳定 鸡蛋和猪肉供应狂拉警报 民众担心买得贵 更怕买不到 记者杨桀辰 台北采访报道